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骑两个轮子的 真的吗 太厉害了 冉冉她喜欢踢自行车 冉冉你也喜欢踢自行车吗 除了自行车呢 喜欢踢足球 喜欢踢足球 两个活泼好动的小朋友 冉冉又要有话说了 冉冉你说说 还喜欢跑步 还喜欢跑步 都喜欢运动 所以说呀 接下来这个游戏 太适合他们两家人了 要看看我们冉冉跟冉冉 变成小老虎之后 他们都厉害不厉害 冉冉变成了一只小老虎 冉冉变成了一只小豹子 他们要比比谁的力气大 怎么比呢 瞧 在他们的上方 又挂满了气球的大伞 这个伞我们还可以转起来 怎么转呢 都靠爸爸来转 当我说开始的时候 小老虎和小豹子 就要用他们的爪子 把这些气球 给它打爆 我们要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谁打爆的气球最多 谁就是最有力量的 小老虎或者小豹子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 开始 哎呀 这个声音好刺激 这个游戏当中呢 就锻炼我们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的配色能力 当然主要锻炼 我们这个年龄罐的宝宝的 谈笑能力 这个年龄罐呢 他们的这个弹跳和小腿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呢 是需要很好地进行锻炼的 他们现在都 哎 完成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像小豹子打破的气球更多一些啊 当然除了这个力量之外呢 和这个腿部肌肉 就这个肌肉的力量得到锻炼之外呢 小朋友也一定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找到一些方法 我们经常会说游戏会让孩子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成长 也许这个游戏 从大人的角度出发 我们是要锻炼他们的肌肉能力 但是从孩子找到出发 可能他在这个游戏当中 学到了 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种收获 小芬好棒啊 可以看到小豹子扎破的气球更多一些 好 不要紧张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豹子呢 现在是完成得非常非常的好 小老虎也不错 你到豹子现在的任务基本上都已经马上就要完成了 时间也要到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小老虎 小老虎 表现怎么样 不错 那就不行了吧 那来看小豹子 小豹子过来 啊 扎完了 扎完了 特高兴吧 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太好了是吧 好玩吗 好玩 出汗了吗 出汗了 出汗了 哎呀 都出汗了是吧 哎呦 真的 你说比比谁的力气大 我觉得两个小朋友的力气都很大 但是从这个游戏的结果上来看呢 我们来看看气球的个数 今天的获胜方就是我们的小豹子杨杨 来 进化一下 进口了 好了 这个游戏已经圆满结束了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可爱的两家人 谢谢你们 我爱情交换 我爱情交换